三藩市警方上星期日晚间逮捕了一名男子 他涉嫌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一连串的犯罪行为 据警方报告当日早上 嫌人在Braderic Street刺伤了一名男子 受害者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 嫌人开车南行向Fell Street方向逃离 随后嫌人还在市内多地进行肇事逃日 其中一起事故发生在Hate Street1640号的Brioche Bakery外 嫌人开车撞伤了路边的一名男子及其宠物狗 并在受害者尝试起身时开车逃离现场 之后警方在Mission区靠近Dolores Park的地方 找到了嫌人的车 当警察试图接近时 嫌人开车撞击了巡逻车 警方随后展开追捕 直至嫌人在Carson Street及Douglas Street处 汽车逃跑 嫌人爬上了附近的一棵树 但最终主动下来并被警方逮捕 嫌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 相关指控正在审理中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